究竟中国工人的工资低不低 我想这个问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答案 想要统一的话难度有点大 但是一个外国老太太却给出了答案 太低 耶伦的一段言论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网友之间引发出两个不同意见的阵营 很明显耶伦已经达到了他初步的目的 但是在一些头部大卫之间却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我注意到胡锡进和司马兰这些大卫们 都没有出来讲一讲耶伦究竟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所以这些大卫们都会紧言盛行起来 那究竟耶伦说了些什么呢 相隔九个月之后 美国财政部长内国成员耶伦再次访华 第一站在广州 4月5号在广州出席 中美商会主办的活动的时候 耶伦五次提到了产能过剩这个词 在此之前 耶伦在美国的佐治亚州的一家光伏电池工厂里 面对镜头和在场的工人们 谈到了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呢 这种产能过剩导致了全球价格和商产模式的扭期 对美国企业和工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还说因为中国工人拿的工资太少 他说我国工人的夜薪资水平只有3000元左右 而且工作时间太长 所以才导致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卖的太便宜 把美国企业都给挤倒闭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耶伦讲话内容的路径 他先说中国已经产能过剩 这种产能过剩造成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的扭期 这种扭期的原因是因为我国工人的夜薪资水平低 工作时间长 所以导致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卖的太便宜 最终结果是把美国的企业都给挤倒闭了 首先我们说说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产能过剩在中国真的存在吗 我看未必 因为产能过剩这个词只能说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你认为你是对的 我认为我是对的 只能通过市场来调节 但是我承认中国的产能旺不旺盛 旺盛 所以只能以旺盛来使用产能 而不是用过剩来形容 那么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的扭期 这种说法呢 我只能说耶伦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极高临下的姿态的说辞 你在价格上和产能上都打不过我们 所以变成你说的是一种扭期的生产模式 那你们口口声声说的自由市场经济呢 你这分明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啊 耶伦说我国工人的业薪资水平只有3000元左右 这个他说的是对的 根据我们2023年的书记统计显示啊 中国全国人均可支被输入为3.92万元 换算到每个月呢 大概是3267元 不过这个数字呢 只是一个平均数啊 并不是代表所有工人的实际输入情况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它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工人的输入也存在很明显的第一差异 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呢 工人的业平均可支被输入呢 严严要高于这个平均数 实际上这个平均数应该这样理解 有些地方高 有些地方低 你看华为 Ticotel 还有一些高科技新能源公司 哪一家公司的研究工资的水平 不延远超过这个平均数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平均数3267元 没有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问题是不平等 贫富差距太大了 有些地方可能每个月就是一千多块钱 但是有些地方呢 可能超过两万三万四万 这就是一个贫富差距的距离太大了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不是中国独有的 这个问题每个月更严重 所以请叶伦老太太 不要把这个问题抛给中国 你们美国也应该要解决贫富差距 最后一个问题 叶伦说这些因素 最终结果是造成了美国企业倒闭的原因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明明是我们好好干活 你们好吃懒做 整天搞什么罢工 搞什么游行 明明是美国的资本家和大企业 压榨中国的出口商品 导致中国企业利用微薄 所以我们中国工人才挣得少 才要干更长的时间来养家活口 你要是真的为中国工人着想的话 那就请美国资本家把这个利润还给中国企业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美国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所以耶伦并不是关心中国工人的工资低 工作时间长的问题 实际上他是撒了一个一箭双雕的阴谋 一方面他是想要挑拨我们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 另一方面还不断的打压中国的出口商品 你看中国的光伏产品 你就可以看到了 马上缩减产能 耶伦绝对不是想要为中国工人求公平 也绝对不是要维护中国工人的利益 他是用心险恶 就是要利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来做文章 制造矛盾 目的就是阻止我们中国的和平以发展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有不公平的现象 处处都有问题的存在 美国就是问题成灾的地方 但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自己的利益 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制造矛盾 制造战乱 中东南海欧洲俄罗斯 哪里有动乱 哪里就有美国的影子 可以说美国的黑手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一是要冷静 要看清楚对方的本质 看清楚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绝对不能自乱正假 二是要逐步稳步的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我们社会发展的红利 三是我们国家绝对不能乱 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国 敌人就希望我们乱 乱了老百姓输罪 乱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维护正义的力量 最后我要问问大家 我们国家的工资低吗 我们评论去见 我们国家的工资高 当然也不是民国家的工资 don